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率队访台 两岸关系连带变得紧张 许多艺人也无辜遭到出征 不过4号适逢七夕情人节 央视也将在晚间照常播出 已经录制好的七夕晚会 而在公布的节目名单中 出现三位台湾艺人的名字 分别是王心霖、肖静腾和王耀庆 后面也特别标注中国台湾 网友们看到预告影片后 也在底下刷一排期待王心霖 微博热搜更出现了 王心霖官宣、加盟央视七夕晚会 超高人气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3号不少艺人都在微博转发 只有一个中国的贴文 王心霖也不例外 中国网友也大赞她 跟着苗红 而有些台湾网友对于她这样的举动 反而觉得可以谅解 有网友就在迪卡发文表示 惨了王心霖回不来了 底下就有人说 当初她被网爆、被骂小三的时候 酸民也没少贡献什么难听话 现在也没差 支持就支持 酸民一样会酸 也有人表示 当年台湾人不挺她 现在凭什么要她挺台湾 希望她跟张韶涵一样 在对岸发展顺利 完全祝福她 反观同样是转发一个中国的杨晨霖 IG留言区被骂翻 许多粉丝表示 对她感到很失望 状况可说是完全两样情 支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